国庆节长假进入到第五天,中超联赛第25的先赛两场,因为在昨日发生重道变动,天津全剑俱乐部更换了临时主教练,葡萄牙人所骚的离去,令下半年精力动荡的全剑俱乐部在伤心动骨之后,又撒上一把盐,半轮联赛,天津全剑俱乐部更换了临时主教练,葡萄牙人所骚的离去,令下半年精力动荡的全剑俱乐部在伤心动骨之后,又撒上一把盐,半轮联赛,天津全剑俱乐部更换了临时主教练 天津全剑正在经历一波地域赛程的严峻考验,然而结局是他们的依然在滑向深渊的道路上杀不住车 临时主帅沈祥福只是临时指挥这一场比赛,因为他马上要到族街报到,负责参与国族训练,葡萄牙人所骚都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自然是冰冻三水每一日就好,更不是沈祥福能够尿手回春之的 本场比赛天津全剑克场面对山东鲁能,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天津全剑已经在过去三轮中超联赛遭遇全摆,几分榜上排名倒数第四 支领先降级区五个分场,降级概率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之上 山东鲁能坐镇主场,开场13分钟就由吴欣涵和唐尔德利联系两球 天津全剑依然低迷,虽然上半场杨树为球队扳回一分 下半场他拖油利用点球一度追平 但是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替补上场的王小龙进区内放道路能球于王瞳 唐尔德利点球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在3比2 天津全剑经历了近一个月来各项赛事五连外的糟糕战绩 过去三十天四轮中超联赛全外机零分,如果不是今天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中超联赛 北京人和1比0战胜河南戒业 恐怕,此时天津全剑距离降级区的分场将进一步被缩小 但是现在天津全剑依然没有反弹迹象 在课场输给沙东鲁能之后,他们在本院还有连续的两个课场比赛 华山降级区的危险依旧存在 三个课场比赛之后,他们还要面对实力较强的北京国安 经历了万元莫德斯特和维特赛尔的逃离 再加上主帅索萨德突然下课 北赛季中超在亚冠联赛 走得最远的球队只能高开低走 为宝吉继续苦苦挣扎 赛程艰辛,士气低落 再加上连续失利 天津全剑真的不能排出身为亚冠参赛队 却有可能遭遇降级的中超吃属记录 照目前形势看 下一个离去的僵士队中 唯一的大排万元帕托 巴西人虽然还与天津全剑有一年合同 但球队一旦遭遇降级 相信帕托是不会去替中奖联赛 S.I.F A.S.T.I.O.I.Y.11.3